通常是發生在新北市 這是一起卡拉OK店裡頭的鬥毆案件了 但要說到當時這名客人呢 是緊抓著麥克風不放 都不讓其他人唱歌 而且明明知道對方人多是眾 還嘲笑對方付不出小費 這下子呢是被對方打了一頓 而且是五個人打一個 我們先了解一下狀況 等一下再讓你們走 旁邊先等一下 資訊量太大 要消化一下 四號深夜新裝窮名錄的卡拉OK店報案 客人打架掛彩 救護車和警車都敢來處理 警方調查55歲謝信男子 霸著麥克風 都給你唱了嘴巴還不饒人 謝信男子在店內唱歌時 疑是因為嘲笑店內 其他五位客人付不起小費 造成雙方發生口角急拉扯 後續雙方互丟酒瓶 全案警訊後 一 妨害秩序 傷害罪 疑請新北地監署偵辦 謝信男子一打五 後腦挫傷 右邊眉毛撕裂傷 他也造成對方藝人受傷 雙方互告 不管唱卡拉OK付不付得出小費 醫藥費得先出 記者綜合報道